心痛的人也是自己 被住寄了 好的 玛丽阿姨 我们先问老板吧 好累啊 真的 我觉得 我真的好傻的感觉 真的好傻好傻的感觉 他不会 他不会承认的是吧 你们说老板真的有的话会承认吗 其实老板他那么优秀 说实话很多女孩子是喜欢他的 什么漂亮的大厂脱样 什么的那些女孩子 大把的人喜欢他 我也是知道 问老板是吧 老板应该快到了 帅个节目来 我们把站的点起来一下 你们说要不要问老板 要问老板的口个一 要问老板的口个一 不问的口个二 不问的口个二 不会不告诉你呢 会不告诉 如果万一老板他 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嘛 他怕叔叔阿姨没有乱说嘛 说他要干嘛的 所以他不告诉我呢 他打死不承认呢 你们也知道的 如果老板真的有这样子事的话 叔叔阿姨也不会放过他 对不对 所以呢 万一他不会承认呢 这是因为 我在家人们的面前 所以我这样说嘛 你们知道的 一个人做错一点点事情 都比很多叔叔阿姨说呀 这样那样 晚报咱们的 我担心现在老板有了 他不会承认 知道吗 因为确实老板 我们虽然在 你看在网络上 叔叔阿姨看到的时候 收了戒指呀 接了花呀 大四平时直播的时候 你们也看得到的 对不对 你们也看得到的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老板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我们要问不问他呢 还是不问了吧 还是藏在我的心里面吧 但是我藏在我的心里面的话 我已经扛不住了 我已经什么都藏在心里面 我生病呀 我干嘛 我都是藏在我心里面的 我都不给老板 打个电话 也不给老板 说一声 我怎么怎么样了 我哪里哪里痛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因为现在不是快要过年了吗 那么忙的时间 我怕打扰老板 然后老板本来就已经很忙 很累了嘛 所以我不想再给他 增加一些压力 会不会对老板不好 必须必须必须要问吗 必须要问吗 老板 嗯 你在这边说 说啥 我不知道你在这边说啥 没说啥 你坐吧 你坐这边来吗 你来你坐这边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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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直播间这么多啊 你不要乱说呀 我没乱说呀 你怎么都没问我发生了什么哈 你在直播间说这么多 我在直播间 你干嘛要说我乱说呢 你这样 你说 你都没问我发生了什么 你干嘛要说 我在你直播间 我在你直播间 那你也不能说我乱说呀 你知道我不会骗你 骗人的呀 我当做那么多疏伤 面前我会乱说吗 你是不是觉得 我说错什么话了 我上一次我们怎么约定的 那我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什么都不说放在心里面呀 我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有什么事情让他出来当面说 不要再打电话呀 一会儿搞这个小动作 搞那个小动作 这种人你直接就把他拉黑 就完事了 你为什么要被这些人去左右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拉黑呢 我们应该要去解决 我们应该要去问清楚呀 为什么要拉黑呢 而且那么认地的 缺地的说是你女朋友 你老婆 那我们肯定要解决呀 对不对 我们肯定要去问清楚呀 你为什么不约他出来见一面 为什么要去拉黑他呢 你为什么不约他见一面 如果说你觉得是真的 你让他出来 我让他出来 他不会出来呀 而且你也不问我一下 他跟我说了什么 他让我怎么去做了 你你要 你直接一来不来 你就说 你不要乱说啊 我也没有乱说呀 我实话实说呀 上一次我们说 是不是说的 有什么事情 你要相信我 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解决 我很相信你呀 我非常的相信你 你在直播间怎么说的 我在直播间怎么说的 我摔一个姐吗 你们说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说 我发现每次 每次这种事情 我把手机拿过来 家人们 还有我发现 这有一个规律了 家人们 我发现有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每次我生病的时候 有人搞事情 现在阿子生病的时候 搞事情 就是他得挑 挑什么 挑有人生病了 状态不好的时候 出来 你们发现没有 家人们 喂 你们不相信我吗 喂 你不是老板的女朋友吗 我老板现在就在这里 我给他接电话吧 喂 你怎么挂了 他挂了 你看他打电话又挂了 我现在在这 他他让他接电话呀 我跟他两个对峙 他叫我怎么怎么样的 他说了一些话 这个打电话过来了 你让他打呀 我追到你旁边 他怎么挂了呀 你都说我在你旁边 他为什么他警告我 他警告你 他跟我说呀 家人们你们相不相信我 你看啊 他刚刚打电话过来 结果我在阿子旁边 他就马上就挂了 那老板 你有几套房 我有几套房 没有人知道 我说实话 他说有几套 他现在他说有几套吗 来吗 他说你在梅山有一套 是不是 我梅山我在直播间说过呀 但是我告诉你 我梅山不是一套 那你在乐山有一套是不是 那我在乐山也不是一套 那你是不是总共有四套房 我不止四套 我就很负责任的讲 我不止四套 那他是不是也知道了四套了 我在直播间讲过 你在直播间讲过 有疏伤 有没有知道梅山有乐山有吗 家人们 我有没有讲过来 他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 有讲过的 有讲过的咱们 直播间扣个一 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我连我车牌号的 我都敢给家人们讲 我是很真实的 对不对 家人们 那你头上是哪里 是不是有一块字 我头上 我这哪有字 家人们 他说后面 后面 你看看我后面哪里有字 你看看我后面哪里有字 就是有 你看 我这是后面这不叫字 这叫胎记 就是一个字呀 这里呀 老板有 摔个尖吗 我脖子上 头上 头 这个是脖子 算了 不算 我不想说了 都有一块字了 人家怎么会知道你头上的字吗 后面的字 不是 家人们 刚刚那个人打电话 你给他打回去 你给他打回去 你不要打了我觉得 他不是说我 我觉得他 他说的有字都有了 没事的 老板 你 嗯 有什么就说 什么就可以了 我也不会生气 我脖子后面有个胎记 家人们 就是说这后面这里有一个胎记 这脖头上和脖子 这头跟脖子分不清楚啊 家人们 你要说头后面 你这两天是不是 他说这两天 跟你去深圳了 所以你不带我去的 是不是 我去深圳是一个人 我谈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带 反正你说 我不带你 你都不能带 我还能带别人吗 反正呢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不能带我 所以很奇怪呀 你说 你说我说我在深圳 我在酒店里面等你 你说 怎么让我在那里等不好 然后你就不带我去了吗 我真的说 我觉得很烦 家人们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烦 你觉得很烦吗 我这样说清楚很烦吗 那我是 你觉得是不是 我不应该说出来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上次怎么说的啊 上一次我们约定怎么约定我做错事了是吧 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这种事情 拿出来去怀疑 那咱们两个永远生活在你猜忌我 我猜忌你之中 我没有猜忌你 我是拿出来说 说开而已 我没有猜忌你 我也想过不说 但是我不说我心里面很难受 知道吗 所以我又拿出来说而已 你把电话打回去 你给他打回去 如果家人们 你觉得你觉得 我拿这些话出来说是错的话 我觉得 没必要打了 真的没必要打了 打回去 你知道我拿这样子的话 这个女孩子说了 我那么多这样子的话 我拿出来说一下 你觉得我这样做的不对了 你给他打回去行不行 你给他打回去 对不对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用你的打 您好 刚刚还在给你打电话 他现在关机了 我不知道他在啪什么 你用你的打一下 你跟我说号码 这里不要说吧 是吗 你看着按